众所周知 亚马逊雨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了数周 但巴西总统却表示 巴西缺乏扑灭亚马逊雨林大火的资金 因此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 但在七国集团愿意提供2200万美元资金后 巴西却表示不需要 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事实上 巴西拒绝七国集团是有原因的 因为巴西的经济繁荣正是被七国集团所终结 要知道 巴西2011年的GDP排名世界第六 但到了2014年 七国集团中的美国挥起了美元大刀向巴西下手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亚马逊大火中 中国专家给巴西支招了 可以考虑使用中国飞机 据悉 中国正在研制的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最多可以储水12吨 并在4秒内将水全部投下 可以说是消防利器 此次亚马逊雨林火情失控太久 中国专业人士认为 请其他国家专业消防力量一起救援 才是巴西更应考虑的选项 环球热点 财之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